秋实朋友圈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秋实 以前有朋友给我起过这么一个绰号,叫人肉区块链 说我就像区块链一样,能够标识认证许许多多的活人 因为我很多朋友们建立起了连接,甚至他们达成了一些合作,谈成了一些生意 我也为此非常感到高兴 我们这种人在社交环境当中被称之为平台型人格 我们一个人提供一个平台,却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资源和机会 我也非常愿意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人活的最大的价值是为别人,是为社会提供价值 咱谈不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吉天下 但至少在养妻活儿照顾好父母的同时 能够关照身边的兄弟,关照身边的朋友 这是人活着的意义体现 之前有朋友说秋实你做YouTube要不要开一个会员频道 但是我就在想我开会员频道干嘛呢 我有什么视频内容是值得别人付费花钱的呢 我愿意去秉承最原始的互联网精神 那就是分享 直到有一天,有这样一个朋友在我的社交圈子里面出现 他呢叫小沙,是一位脑瘫患者 身体呢非常的不方便 但是智力丝毫不逊色于普通人 而且有着很好的写作天赋 因为他行动不便,所以从小在家里面广泛的阅读 写了很多的新闻评论,杂文小说 我读了他的作品以后非常受感动 真的希望将他的作品呈现给大家 而由于他没有劳动能力 所以现在他也没有什么收入 基本上只靠一些社会补助才生活 那么他写的这些优秀的作品 怎么样才能够在市面上出现 怎么样才能够为他带来一些收益呢 这是我这段时间在思考的问题 于是我就把他写的这个科幻小说 做成了有声读 就是请人把它朗读出来 做成有声书 而为他提供有声朗读的这个团队呢 是一个视障人群 是一群盲人 但是他们的声音特别好听 朗诵的能力绝对碾压我在我之上 我把小沙的科幻小说做成了有声书 这本有声书即将在我们的会员频道上线 希望您能够付费来购买 当然了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恶意的揣度 我说我把一位脑瘫作者的书 做成了有声书 在这里销售 一定会有人说 陈秋实你是不是要割韭菜 陈秋实你是不是要忽悠大家 那没有办法 我只能邀请小沙本人来录一段视频 一方面是她的行动非常不方便 另外一方面就是 她的家人也并不支持她 在公共媒体上出现 所以她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 做了今天这一段一段视频 视频可能稍微有点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也期待大家能够给小沙一点时间和耐心 哈喽大家好 我是SZ 中国的一位残长人士 我诞生在一个农民工家庭 我是看到YouTube上 若琪采访美国华业的残长青年而身受触动 决定一看一个视频来自我介绍一下 怎么说呢 感觉的镜头还是很放不开 很羞耻 但是我不想让我一个很喜欢很尊重的人士网 我跟她说我要拍视频 介绍一下自身的一些情况 她要帮我把写这一本科幻想 说给弄成有声数 进而推广给大家 是的 我是一个名不见经理不穿的一个小作者 之所以说 之所以自称是小作者 是因为我今年才24岁 就8年生的 所以我实在是告不成一个座者 听起来这么老成吃重的字眼 所以我才在前面加一个小字 敏锐的观众应该可以看得出 我和 我和那个 在美国的残长青年是一样的 得的是同一种病 然后我们的经历也很相同 我只能是倒手 冷眼和飞翼 可能这也是 所有中国 所有在中国的残长人士的 共同面对的影响 我还记得 我在商军书里 看到过一个类比 说如果在朝堂之上 或者在公事的圈子里 有一个残疑 那就是对所有人的侮辱 可能我这表 出方式有问题 还有就是 我忘了他的远 话是什么了 总之 总之那个意思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 正常人不愿意 和身体有缺陷的人 在一起共事 或许这 正式的文化 基因的秘密 使我 使我们到今天为止 仍然放不下 对残疑人的 其意之心 和缘意之意 而且这种心理药 也因为残疑人 在公共语的 话语权 缺失而有所增享 残疑人 中国的残疑人 是出门 是有多困难 相信大家看完 华语残疑人 的自数 属心里都有一个了解了吧 我就说 说下我 自身的经历 我是只要 有人握住我的手 我就还可以走不动 但是我却还是 只能被碰住在家里 想出去也只能在家的附近走走 没办法去太远的地方 除非是看病 才可能出院的 小时候还经常 还能经常往下超市 但是如今打了 反而更不能出门 造成这种 造成这结果的原因有散 第一 我母亲 在最近几年 疑死患恶 思觉式调整 之所以说是疑死 是因为我父亲 还没有带她去 专门的医生确诊 她也越来越不愿意出门 也越来越不愿意和人打交道 她会跟人胡言了 我受她的影响 也不想和她一起出门了 第二 因为我这个类型 我这个病会导致我身体 挺不由自主的乱动 经常给他人 给我自己 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困扰 第三 我所受到的提示 主要还是在村落 我出起来是很少的 大部分外界的人 见到我这样的领导也就是 没有受到过多少高高在上的藐视 但是在当事人心里 在我父母心里 可不是这样的 好像他们好像在他们心里有永远有一个坎 永远有个阴影似的 这道坎在他们心里 使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和他人去越开 凡是人多的地方 他们从来就不带我去 就是其中的一个意证 这方面尤其是我父亲 他是个非常大胆的主义的人 他甚至说 我生里是我这辈子的耻辱罪的话 也是因为他们的年纪大了 弄不动我 所以在我过完同年后 基本上是与外界隔绝 拍这个视频 也是瞒着他才能拍摄 否则的话是拍摄不了的 我和那个男青年的学习都一样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我父母教会了我一些拼音和字 然后通过看电视上的字幕 字幕增加词汇 再到后面有了网络 我们家有网络 还是一件挺老的事情 那大概是在 在08年至09年有的网络 有的网络后学习就方面了很多 在2010年左右 我在网上写的一篇题为我是两三人的文章 那篇文章写的也是已经清晰 那是在我心情十分沮丧 失落伤心欲绝的时候写的一篇小短文 写那篇文章的原因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看到一群小朋友在那里玩 然后我也想和他们 想要去和他们一起玩 结果当然是没有来一起完成 就非常的恶恶 跟失魂落魄吧 结果就把这些委屈一股养的写了出来 之后非常幸运的被一位网友看到了 看到后他就建议我 走路写作真呀 那写作的话肯定是要读书的 因为我开始是想写网络小说 所以一开始看的都是网络文学作品 但是 但是在之后我觉得一些网络小说不适合我 因为我高级的速度太烂了 儿子的速度也太烂了 所以我就开始看严肃文学 看严肃文学之后 又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我什么书都读 什么知识都吃 这也倒成了我什么都知道 倒了一点点 但是什么也都不是当然 现在不同了 现在我有了一个清晰的 清晰的就是轮廓 你知道我要学什么了 就这样 此外我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可攻分享 我甚至连初恋都没谈过 我这样的身体是很难 很难有感情基础的伴侣的 很多人一看到我这种情况就吓跑了 就吓跑了 不少团级的男同胞还说 我们女同胞找办要容易得多 其实都一样的 都差不多 那怕是结婚的也不见得有一定儿生下来 事实上 长级女 级女性后 结婚后生小孩子 是被男方抛弃的 也实在不少 就我身边听说过的 就有十几个吧 说实在的 都是看中了我们的公共产愿意和我们结婚的 哪怕是一样的残疾人 都没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家几个月前也找了个 但是男方后来又找了个更合适的 又不肯了 或许 是 不许也是因为我和她的思想不大便吧 总之又是吹了 OK就 就到此为止吧 我是无尚原词的 我是个无尚原词的人 希望 能够 就此说明我的情况吧 好的 谢谢小莎 也谢谢大家能够有耐心看完小莎的这一段视频 这也是她第一次录制视频 能看得出来 她还是要背着自己的父母 妈妈从身后路过的时候 她就必须要停下来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详细的来了解一位脑瘫患者 她自己的生活 包括她自己现在对感情的渴望 对于工作 能够自己实现经济独立 能够有收入 这些渴望 我非常愿意能够为她提供一些支持 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她的小说放在我们的会员频道来销售 那么我在这里可以做出一个承诺 就是您如果在我们的会员频道购买小莎的作品 产生的所有收益 一部分绝大部分会捐赠给小莎 还有一小部分会捐赠给那个为她提供有声书服务的那个盲人群体 今后我的实在有品 也希望能够让小莎提供一些服务 就等于说我给她提供一个兼职 希望有一天能够跟小莎的父母见面 能够让他们解开一个心结 因为这事实上当然有很多甜不知耻的人 要去歧视残障人士 甚至刚才小莎提到 残障的女孩和残障的男士结婚以后 只要生了孩子 他就会被残障的男方给抛弃 这样子的事情在他身边就发生过十几例 那些残障男性只是看中了他们的子宫 只是想让他们帮个生孩子 在中国的底层社会 在中国的农村 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在发生 以前警察指着我的鼻子说 陈秋实中国有那么多阳光的东西 你不看 你非要去把那些肮脏的东西翻出来 你非要盯着那些社会的阴暗面 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中国的阳光的东西 有央视 有三十几个卫视 有全中国每年投入 数以千亿百亿的资金 所运营的一个宣传媒体 宣传机构 但是中国的阴暗面 现在没有人能够说 我不是只想说 不是只想揭露 而是想用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圈子的能力 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们 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和支持 那么我也跟小沙 要到了她的家里面的收货的地址 收件的地址 我们实在有品的各种各样的零食 一些东西 我会每个月都给小沙寄一些 也希望能够把小沙更多优秀的作品呈现出来 因为她的阅读量是完全碾压抹的 只是说她没有办法说出来 她的小说 她的杂文 她的时事评论 以后我们会以文字的形式 或者以有声读物的形式 在我们的会员频道当中呈现 再有的就是在这里做出一个小小的呼吁 秋实是很希望能够从事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的 能够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秋实的能力有限 如果在秋实朋友圈在看视频的各位 愿意参与到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公益活动当中 愿意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让中国或者说世界上的弱势的朋友们得到一些支持 那么也欢迎随时通过Telegram 或者加入我们的Discard社区 跟我们建立一起联系 现在我会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Discard社区的运营上 我希望善良的朋友能够彼此找到 我们不要在国内跟那些粉蛆们一起浪费时间 包括小沙我也想办法 因为我现在也在做一些移民的业务 看看能否能够为她提供一个出国接受治疗 或者出国工作这样的机会 我尝试一下 秋实不是神仙 秋实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但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就好像我这么一个古兽如柴的人 花上一年多的时间练拳机 我也能打赢一个比我重十多公斤 十七岁的棒小伙子一样 不管做什么事情 只要是对的 只要是充满着善意的事情 我们就应该拼尽全力 这世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心的人 这世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 让生命充满光芒 让生命充满意义 这是我生存的宗旨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母亲 什么是自由时代啊 我告诉你 自由主义 可是一个邪教组织的名字 以后如果你不想做人质的话 就不要再提这个名字了 懂吗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 我有个忘年 这悠长命运中的战魂 常让我 name 既然 心里 hect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